文化部長李永迪招勸到立法庭 教育和文化委員會針對公共媒體發派 推動進途和共港系統所違法發展作專能報告 李永迪表示因為公媒發派效法不同動態 所以建議論言和組織改革問題是最重要的 而不改革的 針對客家電視台的發展展規 記者表達明確態度 提供效法之後為將客隊轉身南面 公共社團大學 李永迪表示在其選 任憑行政策為家屬政策法院的消致 繼續送到立法庭上的視頻 下個天使也在客裏 提供公司極限費內檢驗 三個真實商業公共攝台內 李永迪說 也許規劃和現有所說的公共媒體 包括法師、公司、客家天使 甚至在演出面天使台、厚樂台 包括重用者和重用廣播天台 在正面向下 主持家教應用的來處理 在攝影響總統的動作 在下班目 我們繼續同道意見 和我們交通 那客家電視台的定位 以及他的處境 他要不要是一個獨立的媒體 那他的相關的自播的內容 那是不是符合公共利益 如果說客家電視台加入公廣集團 然後前提要是說 他在新聞自主 或者節目自主當中不受影響 而加入公廣集團當中 能夠得到更多的資源的時候 那本席是支持客家電視台 來加入被納入公廣集團當中 因為納入公廣集團當中 其實整個媒體公共化的時候 也許能夠對於這個媒體的影響力 跟專業度都能夠更為提升 正對公共模擬法 吹通困難 利潤第一非因 對年本的公共天使法 修正都公共模擬法 修正當道 和整個年輕人理想當國 千元的內入在哪兒的 沒有請出的結構 而他竟然向薩赤攀法保障行政宴 在同上官的單位 當地的大學 下個新聞起用尊廣廠面 福平之台北保陀 北方 立法院 88